死亡总是令人敬畏 死尸或是遗骨 相必一般人也不敢轻易接触 但有些人会将死人的骨头做成工艺品 这时你敢去碰吗? 表弟有个爱好 喜欢收藏一些东西 并不是单纯的骨丸 而是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 而想要得到这类东西 最好的去处就是骨丸市场 但实际上 表弟也没什么辨别真伪的眼力 去骨丸市场 一是觉得陶真甲骨丸挺好玩的 二是观看那些人互相讨价还价 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天表弟闲着没事 就又去骨丸市场逛逛 当他经过一个摊位的时候 目光突然被地上摆着的一些东西给吸引 只见那是几个并不多见的头骨 有相赢的 也有相宝石的 无一例外都雕刻着精美的花纹 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见状表弟觉得十分的稀奇 便蹲了下去 拿起一个跟老板聊了起来 问他是不是真的 文言老板笑了笑 要是真的 那不犯法了吗 这都是工艺品 于是表弟放下心来 问老板多少钱 自己想买一个回去 结果老板说要五百块钱一个 这下表弟可就不干了 假的还卖这么贵 立马就跟老板讲起了价 然而老板表示 头骨虽然是假的 但上面香的银可全是真的 再说 这可是来自尼泊尔的精湛工艺 最终表弟颇费了一番口舌 以一百二的价格拿下了一个 然后将它带回了家 放到了摆放藏品的房间 开始慢慢地欣赏 而端详着这种死气加艺术气息的混合体 表弟简直是爱不释手 越看越觉得值 直到很久之后 他才觉得把玩够了 于是把头骨摆在了一个显眼的位置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房间 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了事 表弟像往常一样上床睡觉 睡着睡着 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似乎有人在盯着自己 他实在受不了了 就翻了个身 谁知睡眼迷隆间 突然发现有个东西正站在自己的床边 而表弟迷迷糊糊的 一时没反应过来 忍不住视线上移 一路往上看去 慢慢地看出 这是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 见状 表弟的睡意瞬间就消失了 扑扑地一下就坐了起来 然而 那个人也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 表弟愣了足有十几秒钟 想确认自己是不是真的醒着 是不是真的看见了一个无头人站在床前 最终表弟觉得这不是梦 就下床想去客厅看看 结果客厅里什么都没有 这时表弟突然想起了白天买回来的那个头骨 于是战战兢兢地打开了收藏间的房门 然而他并没有看到预想中的可怕画面 而那个头骨依然安安静静地摆在架子上 其实表弟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无头人和头骨联系起来 他肯定不是来找头的 因为那个只是个假的工艺品 司机至此 表弟又躺回了床上 准备接着睡 谁知躺下没多久 表弟突然感觉 那个无头人再一次站到了自己的床边 这回表弟的冷汗都下来了 但他强撑着没起来 想看看无头人到底想干嘛 没想到这个无头人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床边 一动也不动 他不动 表弟也不敢动 就这样全身紧绷地装睡 在那硬躺着 一直熬到了天亮 无头人消失不见 表弟这才敢爬起来 此时经过一整晚 表弟已经想明白了 觉得问题都出在那个头骨上 于是跟公司请了假 带着头骨回了那个股玩市场 谁知昨天卖头骨的摊位并没有出摊 于是表弟就问旁边的摊主 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没想到那个摊主一脸心灾乐祸地说 他呀 让警察给抓走了 闻眼表弟的心里直打鼓 可别因为他贩卖真人头骨犯了事吧 结果还真让表弟给猜中了 隔壁摊主慢悠悠地说 买人头骨能不抓他吗 一时间表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思量再三他将头骨送去了派出所 说明了情况 还好警察做了一些笔录就让他回去了 说有什么问题会再联系他 几天后表弟接到了警方的电话 说是已经调查清楚了 原来卖他头骨艺术品的商贩 还干着走私的勾当 那颗真头骨就是他从尼泊尔那边走私过来的 只是不知怎么的就把真的和假的给弄滚了 挂断电话后表弟再回想起自己把玩那颗头骨的画面 只感觉自己寒毛倒数 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 人骨艺术品律见不鲜 在2009年 大英博物馆展出了一系列蒙特苏玛时期的 阿兹特克帝国文物 主要是用人皮人骨等制作成的艺术品 比如一个装饰非常华丽的面具 它是用一块块绿松石在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头骨上镶嵌而成 以及一件和那岁时期人皮灯罩一样的人皮艺术品 直接血淋淋地呈现在了参观者的面前 有艺术家指出 阿兹特克人制作的雕塑作品太过邪恶 毫无人性 并且从艺术角度来讲 他们的作品也比较粗糙 艺术表现能力也不明显 至于珠宝和镶嵌工艺 相对来说则比较粗俗 有卖弄的成分 而在我国的西藏地区 也有类似的人骨制品 以获得圆满爆身 有修为的喇嘛高森死亡后 将其植骨和骨骨捐出 制成特殊的法器 称为嘎巴拉 是密宗的法器之一 异常的珍贵 价值连城 据说可以让死者安息 生者平安 可谓是真正的通死生之大 明阴阳之道的法宝 不过市场上鱼龙混杂 需要仔细的鉴别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大家晚安哟